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本来想放过这篇新闻 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下学英文 你听过台南Josh被家暴的事情没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英文怎么报道他的 台南Josh你如果没听过的话 如果连主人翁都没听过的话 跟你稍微update一下下他的事情 他的背景就是 因为我也有看过他的频道 我本身也是棒球迷 你喜欢棒球的话 你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个YouTuber 他做了很多台湾的棒球也好 或是美国职棒大联盟 至于日本的跟韩国的 我比较不知道他怎么做 但总之他是个棒球的达人 所以他的很多的影片 他表达出了很多的意见 我都觉得很棒 他怎么了 他被家暴 台湾ese YouTuber 泰南Josh Files Lawsuit Against Wife for Domestic Violence 所以标题是这样 所以这里这个提告 我们就看到这里马上可以学到一个词 叫做File File可以有归档的意思 那你知道他就档案 那你如果当成动词的话 可以翻译成归档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提告这样子 事实上提告跟归档我认为 就提出个档案 我觉得概念是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法院里面可能就有个地方堆起来 今天有二三十个人这样提告 那他这就成为一个堆起来的文件的概念 就档案了 好所以File Lawsuit 那law是那个法律 那加一个suit在后面就可以是法律上的提告 那suit这个字也可以是搞 那动词这样子 那这个lawsuit就是一个名词就是 这应该没问题 那他是他老婆被他老婆家暴 那家暴的话这个字很容易 叫做domestic violence domestic就 其实这我们都讲过好多次了 只是我知道我们持续可能会有一些新观众见来 所以我们还是会约绿的说一下下 domestic是国内的啦 家里的啦之类的 所以你连把你的家里打扫得很干净 很整齐整洁 你都可以说你的房子是well domesticated 所以它叫domesticate 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动词 a well domesticated house 那我们讲说这动物拿来养 这个猫的狗之类的 我们把它给换养 那我们也可以说这是domesticated animal 这样我都把它打一下 domesticated house domesticated animal 这一类的概念 好anyway violence暴力 我们来读一下 看一下这个新闻的这个图片 照片 老婆还蛮漂亮的 说实在的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说了些什么 这个报道英文还蛮容易的 我们把它读过去 YouTuber台南Josh is known for his commentary about baseball In fact, most fans flocked to his channel to hear what he has to say Yes, however, recently Josh has become known for something else as it turns out the YouTuber has become a victim of domestic violence 写的是很简单的英文 但是也有蛮多不错可以学的地方 的东西 所以他 is known for 这边有另外一个 become known for 所以这个是高中会考的东西 你是因为什么东西而知名的 那高中会考 我这里稍微也在整理一下下 就是 我们通常是一个be動词 当然也不一定 因为你看下面这个就变成了become 我们常见的是be动词 所以beknown 可能可以加for 可能可以加as 这里这个同学很不容易理解 就是for跟as分别 我这样说好了 as就是当作 简单的说 当作 那for的话 我们有时候可以把它解释为因为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对不对 事实上以连接词的角色来说 for真的就可以当成因为来用 我绝对不会责骂你 因为我爱你 I will never give you a hard time for I love you because I love you for I love you 都可以 所以for可以翻译成因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片语 就应该比较好理解一点 我们套一个内容进去 假设我是 我自己本身是个笑话 我被学生嘲笑 我这个老师 但是学生都觉得 哈 你就是个笑话 所以 我们就可以把它套成神说 Paul is known as a joke 学生把我当作一个笑话 可是我如果是因为我讲笑话 讲得很好笑 OK 我的笑话很好笑 所以学生喜欢我 所以Paul 以讲笑话好笑而知名 所以Paul是因为 讲笑话好笑而知名的话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说成 Paul is known for his jokes 所以因为他的jokes 所以他被人家知道 被人家当作笑话 而被人家知道 he's known as a joke he's known for his jokes 大概就不一样 希望这样有听懂 台南Josh的话 就是因为他做这个YouTube 台南就是棒球方面的 而知名 所以他是因为这个知名 所以这边当然就是known for 听懂 so known for his commentary commentary就是评论有关于baseball 事实上大部分的fans都会冲到他的网站 就为了来听他有些什么好说的 的确是这样 有时候看到一个棒球上的新闻 我会希望可以 有一些比较厉害的人来解读给我听 台南Josh就是我的一个go-to guy 你看这个go-to 我们也讲过还记得的话 你的go-to的 你的go-to的一个名词 就是你的首选这样子 so台南Josh is my go-to guy when it comes to baseball anything baseball 但是最近他却因为别的事情而知名 而成名了 however recently Josh has become known for something else 所以这里又是一个for没问题 结果他竟然是成为了家暴的受害者 as it turns out as it turns out就是 我刚刚说的 竟然是这样的概念 turn out的话就有一个 就辗转之后变成什么东西变成怎样 例如说我今天发生一个小车祸 结果没想到却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然后跟他交往 所以我可以说这个车祸 turns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这也是很常听到的一个片语 就是什么赛翁芝麻烟之飞服 我比较喜欢把它翻译成是 这个保佑 这个blessing 上天的保佑他打扮成了一个不是保佑的东西 so这个车祸是一个blessing 那他是经过打扮乔装 a blessing in disguise 我会把它打出来好了 这个英文片语 blessing in disguise 会不会有人看我的笔记就认为台南Josh被家暴 竟然是一个blessing in disguise 希望不要误会 我只是在讲英文 这个blessing in disguise 跟台南Josh的家暴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anyway 所以他变成了a victim of domestic violence 这没问题 再多看几段 Josh real name 他的证明我们就算了 has always had a loving relationship with his wife Amber However a recent blow up from Amber has frightened the YouTuber into fleeing his house Additionally netizens are now urging him to divorce Amber 好这里来看一下 所以一直都跟他的老婆是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的 has always had a loving relationship a loving relationship with his wife 所以他的关系很棒 很loving However 最近Amber的一个大爆炸 A blow up from Amber 所以这个用法 也OK的 所以他吓到他竟然 从他家逃跑了 Frightened OK 所以这个Frightened就是恐惧啦 那他是个动词 OK Frightened 讲到Fright 那这个Fright是什么也是恐惧就名词 我们可以稍微补一下一个片语 这个在托弗亚斯会看得到 就我们人会我们人一般都会有一种很自然的反应 这个反应就是我们遇到一个事情 那事情我们会判断他对我们的危险度高不高 如果危险度太高我们就会落跑这很正常 那如果危险度不太高可能我们就留下来然后处理他这样子 那处理的方式顺便说不定还真的是用比较暴力 像我如果今天有个人拿刀子对着你拿枪对着你 你会想逃跑 可是如果这个人可能比你小只一点 可能你的声音就会变大了 有没有 这是人之常情的 我们不用说像我跟我家的这管理管理委员会在吵架的时候 一个个都是老头子 然后可能也比较道具一点 然后一个个做一些我认为很狗屁道招的事情 我对他们是超级大声的但你想如果他今天其中一个人带了他儿子来 然后190会不会声音这么大 说不定就不会了 right 你说你怎么那么俗辣 可是这就是人的自然反应 所以这个英文就叫做fight or flight 所以fight是打架 或者逃跑 所以留下来打或者落跑 这个片语我认为非常的有趣 我们遇上了很多事情 可能就会trigger我们的 fight or flight fight or fright 我讲错字了 干 让我把它补完 我这边把它改成L OK Response 我这里讲错字 让我补充一下 对不起 因为这两个字 你看这三个字长得他妈的真的有点像 事实上正确的片语是后面这一个 我刚萤幕上留的一直是错的字 我现在把它改对了 因为我现在一读一下发现对 对不起 让我解释 刚刚的flight是恐惧 对不对 那后面这个则是 我刚前面的一整段一直在说的 就是你要不留下来打架 要不就落跑 落跑是flight 不是flight OK flight 那flight还有你也知道搭飞机的搬机 飞机叫做flight 所以这里的flight就是老跑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词叫做flee 所以这个flight跟flee也是基本上是 你看我们这边用的就是你看 所以他frighten这个YouTuber into fleeing his house 所以这里的flee就是我们这边的名词的flight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OK 所以刚刚这个我讲是没有讲错 但是我荧幕上刚刚的字是不对的 还好我自己看了一下有惊觉到 然后把它改过来 所以或许我们你就理解一下 我们这里介绍其实是三个不同的字 一个是fright是恐惧 动词是frighten 例如说你的行为吓到了我 像我们这个家暴好了 这个ember突然间发疯了 所以他的ember的behavior frightenedjosh 所以惊吓了josh 以至于他就flight 他就flee 他就逃跑他的家这样 逃离他的家 所以后面另外两个字 一个是fight是打架 应该很简单 而flight则是落跑这样 好这三个字或许是今天的重点 我们要把它当成标题 好了anyway 再看下去 那additionally 所以网民们 这里用一个netizen 当作网民也OK啦 这个字不难理解 公民市民我们叫做citizen citizen 那citizen的话 你把这个c开头变 ci变成了net net你知道就是internet 所以你这个netizen就变成网民 好这应该这个字 应该还好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字 好再看一下 你看哦这个他跟他老婆 真的是看起来不错的一个 我们或许再多看个两段好了 Josh's love for baseball was what led him to meet Amber Apparently the two got along well and fell in love with one another They eventually decided to get married and officially registered their marriage last year in July However their romance didn't last long 这一段比较没什么 所以他对棒球的爱就引领他遇上了他的 Amber这个老婆 那apparently似乎看起来大概就是 这两个人呢 got along well 相处得不错 然后就追逐爱和 fell in love with one another each other 好 所以他们后来就结婚了 eventually 到最后decided to get married结婚 然后去登记了 officially registered last year in July 7月的时候 但他们的romance没有持续的很久 这个写文章写的不错 就是你看他会扑梗 没有持续很久 你就会想说哦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所以他提了一个这个影头 来让你 儿子你读下去 所以 January 23rd 所以在二十三号的时候 一个一月的时候 Josh and Amber were discussing plans for their wedding banquet The couple was supposedly considering postponing it as the epidemic was still a concern for many But the idea of postponing their wedding banquet set Amber off She lost her temper and let it loose in the worst possible way in the worst way possible 好这一段 有几个东西可以看一下 wedding banquet banquet就是宴会 所以我们的婚宴 这应该没问题 所以wedding banquet 不一定只有婚姻才会有宴会 所以banquet这个字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All right 所以这个couple呢 他们应该是要来去延后他的 the couple was supposedly supposedly怎么翻 不是很好翻 因为他是一个被动的形容词 那加ly变成副词 所以大家都会认为他们应该要延后 因为现在有pandemic 你知道 所以我们才用了supposedly 所以他们呢 supposedly considering postponing it 所以postpond就是把它延后 改期 因为这个pandemic 他在用了epidemic OK啦 因为是很多的 是一个很大的concern but the idea of postponing their wedding setember off 所以这个set off呢 有几个不同的意思 set off可以是出发 可以是出发 但在这里呢 是引爆炸弹 OK 所以它既可以是出发 也可以是引爆炸弹的概念 所以这个东西就把ember给弄爆了 这样OK 那它就loser temper 就是情绪失控 lose temper 然后以及还有一个后面一个片语 let something loose 把什么东西给 loose就是松松的 所以它这样的情绪 让它的怒气 整个就松开来 它就到处乱窜 这样子 so let it loose 这个可以是 这个let loose 这个概念也可以是正面的 你来我的party 你刚下班 对刚下班 情绪还是很紧绷 呀还很紧绷 Hey come on man you need to let loose right you need to take your edge off 给你一杯酒 这个例子我之前都说过 喝了酒之后 你的零零角角 你的边边角角 你的情绪上的一些 想象一下 你现在还非常的square 喝个酒下去 你的edge就没有了 这样子 好anyway 然后 然后它的家就被毁了 基本上 这个你大概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跟你稍微看一下这个 你看它写的死妈宝 什么这些的这样子 写在这个很多的 alright 呃所以 呃我们要不要再看一段 好啦好啦 再看一段好了 你看一下怎么描述这个的 so things were smashed and destroyed as she took her anger out on her surroundings she even slashed the curtains with a sharp blade Josh was terrified for his life and immediately left for his hometown leaving ember by herself in the house his actions further agitated her angered her and she scribbled words like death and mom's treasure 因为mama's boy 可能比较好 妈宝 那他这里把它翻成 妈妈的宝贝 mom's treasure 所以这个翻译 我觉得不太到位 in red lipstick around the house ember also threatened to harm their dog 好这段看完 大概就够了 excuse me 所以东西被砸烂 smashed 毀掉 destroyed 所以当他干嘛呢 当他把他的怒气发出来 she took her anger out on her surroundings 把怒气发在什么东西上 接近是on 所以took her anger out on her 他的周遭 surroundings 他甚至把窗帘都给割烂了 she slashed the curtains with a sharp blade 用一个利刃 一个刀片 sharp 可以blade 刀片 josh was terrified 所以用刚的frightened 这里用terrified 差不多一样 他很恐惧 害怕生命 遭到威胁 so he was terrified for his life immediately left for his hometown 所以leave for 什么就是前往什么地方去 好想讲一下 讲一下好了 这个在国中也是会考的东西 大概是国中 x leaves y for z 你看这个结构 看起来很简单 说真的 但国中会怎么考试呢 国中会把y跟z都分别的拿掉 然后学生就靠北了 学生就会以为 这两个很不同 有没有 你看x leaves y 他就想 这样是去y还是离开y x leaves leaves for z 那这样是离开z还是前往z 学生会卡住 你干嘛卡住呢 你看你要是把它放成一个不是很简单吗 好你看 leave y for z 离开y为了z 所以为了z而离开y 听懂 我们把它套一个内容进去 套一个内容 套什么呢 假设我今天离开了桃园 然后我又搬回高雄去好了 所以我就可以说Paul 离开了桃园 为了谁离开 为了高雄而离开桃园 for Calchon 就这样子 Paul leaves 桃园 for Calchon 所以要是你把for Calchon拿开 Paul leaves 桃园 离开桃园 Paul leaves for Calchon 就是把桃园拿掉 那就是前往高雄 就这样 所以你把它寄成一个句子 会简单的多 然后你把它其中一个拿掉 那就是另外一个的意思 好啦 anyway 所以他就 So Josh left for his hometown 所以他就跑回老家去了 for Leaving Amber by herself in the house 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 那他这么做就更进一步的刺激他了 你竟然还可以把我抛在家里 太过分 His actions further angered her 所以anger这个字 很像动词 OK And she script 他就写了一堆 像刚刚的屎啊 或者你刚刚讲的马宝 用这个口红 然后他也还威胁要伤害他们的狗 好啦 这真是闹剧一场 但希望Judge是没事了 这个新闻其实也算是 是过年前的新闻了 应该是 但anyway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来复习时间一下下 好久没拿这张图出来 复习一下下 我们前面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他提告他 File a lawsuit File a lawsuit 家暴 Domestic violence 这个Domestic 还可以变成一个动词 叫做Domesticate 常常用成形容词被动的 Domesticated 还有刚刚讲的 Be known for 跟Be known as 还记得 所以for是因为什么而知名 as 你就是那个东西 OK 所以要是你被认为是 全校篮球打得最好的人 篮球之神 所以你是什么 武林高中的篮球之神 So you are known as 篮球之神 英武林高中 好烂的造句 算了没关系了 你的go to什么 我刚刚说 judge是我的go to guy when it comes to anything baseball 这是你的首选 Blessing in disguise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叫做 中文把它翻译成什么 塞翁芝麻 炎之飞肤 我比较 没有去把它想成中文 我的理解就是 这是一个Blessing 那这个Blessing呢 乔装成了另外一件事情 OK So something is a blessing but it is under disguise 好了 你用in disguise是固定的片语 但是under什么的disguise 这个阶系是改成under 也是正常的用法 就是 Frighten是恐惧 还有刚刚看到另外一个 Terrify 另外一个动词也是 他们的用法是一样的 X frightens Y X terrifies Y 你也可以用X scares Y 这都是OK的 那能不能用fear 也可以 OK 但是他的主客是相反的 例如说 你的行为令我害怕 我会说 I fear your behavior I fear your actions 可是我要用成scare的话 是Your actions scare me 好 这里就不打出来了 我们有机会 或许可以把这个再整理一次 因为今天时间不太够 那我们刚刚这边讲的是 这三个字主要是 我们很想要强调的 他们拼法有点像 可是各自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说的 你要是留下来打架 或者选择落跑 这是fight or flight response 这个很押韵 你没有发现 都是Ite结尾 Flight Fight 当然前面的Fight也是 不过 不要再把他混在一起了 总之 All right Citizen公民 Netizen网民 所以Netizen都 encourage他 Get a divorce 该离婚了 因为他们在wedding banquet上面有一些争执 所以wedding banquet刚刚说的是婚宴 Set off有出发 还有引爆炸弹的仪式 所以因为想要postpond 我刚刚没有把那个postpond打出来 但你大概理解了 就是改期延期 因为要postpond他们的wedding 所以Amber就不爽了 然后他就失控了 Lose temper 他就let他的情绪 lose 最后我们讲的是leave这个动词的用法 再看一下X leaves Y for Z 离开Y为了Z 我刚刚用的是地名 你说能不能用成人 像例如说我们讲说很有名的 以前讲历史 以前有个人叫Brad Pitt 不是以前有个人叫Brad Pitt 他现在还是叫Brad Pitt 而且他还活着 布莱德比特 他离开了那个Angeline 不是 他离开了Jennifer Aniston 然后选择跟Angelina Jolie在一起 现在他跟Angelina Jolie 也已经分手了 所以好莱坞的金童帅哥 前后跟两个非常知名的女明星交往 所以你就可以说Brad Pitt leavesJennifer Aniston for Angelina Jolie 为了Angelina而离开了Jennifer right 好讲到这里才可以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明年见 对不起 我们明年见到这里 就是 为了解